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爱因斯坦交给老师的作品显得很粗糙 有一条椅子踢歪了 当时老师十分不满 拿着木椅子就跟同学说 你们有哪个见过做得这么差的椅子的 当时全班同学都在嘲笑爱因斯坦 这个时候老师很生气地对着爱因斯坦说 我想世界上是不会再有比这张椅子更差的了 这个时候爱因斯坦很坚定地说 有 老师还有比这张椅子更差的 爱因斯坦走到自己的座位 在书桌下拿出两张更粗糙的木椅子就说了 这张是我第一次做的 这张是我第二次做的 刚刚交给你的就是第三次做的 虽然都是令人很不满意 但是比起这两张强得多了 这个时候大家都不再嘲笑爱因斯坦了 女教师和同学都向爱因斯坦 投以敬佩和赞许的目光 小朋友 我们是不应该嘲笑人的 应该向爱因斯坦学习 只要坚持下去不放弃 总有成功的一日的 这是哪一日的 这次做的事 这是事情 词そ说 如果你有各种那种 还有其他人的 连来 这是